第313章 造化镜大城 是 听得腾沙那充满着沙翼的利贺之声 那殷奎宗的诸多强者也是整齐大贺 冲天沙戏爆发而开 更是令得这本就寒风凛冽的天空变得越发的森朗 虽说先前因为大阵被破 殷奎宗不少强者都是有些伤势 但他们毕竟也是大皇军三大顶尖势力之一 更何况如今此处还是殷奎宗的老巢 别人想要乱来没点能耐 恐怕还真是只能找死的 而随着这冲天沙戏爆发而开 那些本就蠢蠢欲动的强者也是突然间清醒了一点 目光闪动间竟是不敢胡乱出手 毕竟他们不是大蒙门以及武蒙这等势力 面对着殷奎宗这等庞然大悟 他们不得不谨慎小心一些 不过殷奎宗的震慑对于寻窗势力或者强者效果不小 但对于木雷以及武宗这等人物却是没有半点的震慑性 因此对于他的和声那两人几乎是离也不离 原力所画的大手直接是对着那黑色光臀抓去 放肆 见到他们这般举动那殷奎宗左右长老也是大怒 一声冷喝 两人身形便是暴力而出 欲出手将木雷两人阻拦下来 呵呵两位长老你们殷奎宗可不能这么贪心 然而是左右长老刚刚出手 那跟着木雷以及武宗而来的四位造化镜小城的强者 也是仰天大笑 竟是其其出手 满天原力涌动 直接是见那左右长老逼退而去 本部造化者随我们二人迎敌 以二敌似 那左右长老自然是站不到上风 当下身形退开 不过却丝毫不慌 反而是冷喝倒 是 随着两人喝声一落 那广场上顿时响彻四道声音 旋即那四道身影略出 出现在左右长老的身后 竟是四位实力达到了半步造化的强者 而其中还有这一道林洞熟悉的身影 正是当日曾经交手的曹镇 而且在这四位半步造化的强者出手后 那左右长老袖跑一挥 两道身影便是出现在了他们的身旁 没有丝毫犹豫 直接是将十万的纯元丹化为滚滚原理 打入那两道身影之中 顿时间一种凶煞的气息便是缓缓地 从那两道身影之中扩散而开 高等浮潰 这两道身影一出现便是引起了一些精华之声 那等气息足以跟半步造化的强者媲美 这便是阴魁宗的高等浮潰吗 隐藏在暗处的林洞也是有些动容 按照场中的阵容 阴魁宗居然是有着四位半步造化 两名堪比半步造化的高等浮潰 以及两位造化镜小城的强者 这般阵容足以将任何的势力震慑得不敢有丝毫的动静 这阴魁宗果然是强者如云 林洞盯着这阵容 心中也是轻叹了一声 如果不是因为吞噬祖福的缘故 他还真是不想冒险来到这里 毕竟以他的实力 还真没办法与这阴魁宗正面抗衡 殷魁宗既出的阵容 连林洞都是感到震动 其他的一些原本对殷魁宗宝贝有着念头的强者 此时的面色也是变幻的厉害 那原本踏出的脚步也是悄悄的收回了一些 不管现在局面又多么的混乱 但殷魁宗的名头可是这些年真刀真枪拼出来的 就算是现在也没有人敢对他们有丝毫小觑 随着这四位半部造化的强者 以及两具高等浮潰一线身 就连大魔门武宗那四位造化镜小成的强者 也是稍微收敛了一点 这里毕竟是殷魁宗的老巢 就连他们也是无法太过的肆无忌惮 而在他们这边形成对峙时 那慕雷以及武宗元力所画的大手已是出现在了黑色光团的上空 不过就在他们即将一把将其抓住时 一道身影却是如同鬼魅般的出现在了光团上方 一拳轰出 顿时间漫天元力爆炸而开 那两道元力大手竟是被其声声轰爆而去 慕雷 武宗 你们还真当我殷魁宗是软柿子不成 轰爆两道元力巨手 那道身影缓缓抬头 面色阴厉 赫然便是殷魁宗的宗主 藤沙 显然这最后的时刻 他还是忍不住的出手了 疼沙 这等宝贝被你藏了这么多年 如今也总该拿出来共享一下吧 对于疼沙能够一拳轰爆两人的攻势 那慕雷显然也是有点诧异 不过玄机他便是大笑道 慕雷说的不错 而且这东西显然有些怪异 以你殷魁宗的力量无法将其破解 还不如我们联手 说不定还能够获得其中的宝贝 那武宗也是笑道 我殷魁宗的东西可没人能够拿走 藤沙的声音冷若刀锋 这东西是他们殷魁宗费了老大的劲儿 风才弄到手的 虽说如今破解封印失败 但若是想让他白白的拿出来 给大魔门与武门共享的话 那无疑是痴人说梦 既然如此 那就得看你能否拦住我二人了 见状 慕雷不由的一笑 目光与那武宗对视一眼 猛然一步踏出 刹那间造化镜小城的气息 毫无保留的爆发而出 强横无匹的原力波动 涌动周身 宛如一场小型的原力风暴 无极悬体 慕雷的身体在此刻突然膨胀而开 本就虎背熊腰的身体 更是显得如同巨人一般 他身体之上 皮肤迅速地转化为一种暗沉的紫色 肌肉蠕动间一种可怕的力量 扩散而开 多年未曾交手 腾上 今天便让我来试试 你这些年可有精进 大雷山拳 身体膨胀 慕雷的笑声 已是如同滚雷一般 而后猛然一拳轰出 空气爆炸而开 一座宛如山峰般的拳风 直接是被慕雷一拳打出 狠狠地轰向腾沙 魔鹰烈 在慕雷出手的刹那 那五宗同样是一声大笑 手掌曲成爪形 猛然一挥 强悍地原力抱涌而出 竟是在面前凝聚成一头数十丈庞大的灵力鹰爪 而后带着五匹灵力之气 动传天际 重重抓醒腾沙 两道造化镜的强者同时出手 那等声势惊天动地 几乎是在顷刻之间便是将所有的目光都是吸引了过来 两道极端浑厚灵力的攻势速度极为迅猛 眨眼间便是笼罩了腾沙的周身 令得他无处可避 不过面对了两位造化镜小城强者的攻势 那腾沙的面色确实依然平静 一步跨出平时无奇的一拳打出 随着腾沙一拳轰出 顿时凄厉的呜之声便是在其拳下成形 而后一道巨大的圆力骷髅头闪电般地凝聚而出 汇聚着腾沙那平时无奇的一拳 与木雷两人的攻势生生硬汗在了一起 在那无数道目光的注视下 可怕的圆力波动齐卷而开 轰隆隆的巨响如同闷雷一般 在天空之上回荡不散 剧烈的圆力波动逐渐地散去 然而在那黑色光团上方 一道身影依然静静而立 那等目光冷若冰霜 腾沙竟然以一人之力 毫发无损地地遇下了 两位造化镜小城强者的攻击 怎么可能 殷葵城内外顿时爆发出 诸多的震惊之声 谁都没想到 竟然连木雷以及武宗的联手 都是未能击退腾沙 天空上身为主角的木雷 以及武宗 眼瞳也是在此刻突然紧缩 面色缓缓地变得凝重起来 你突破了 望着木雷两人那凝重的面色 腾沙一笑淡淡地道 前不久正好突破到造化镜大城 领先了你们一步 腾沙此话一出 立刻便是引起无数道道西冷气的声音 造化镜大城 腾沙的实力竟然是在不知不觉间 恐怖到了这种地步 造化镜大城 这等层次简直就是足以跟大阎王朝的一流势力之主媲美 造化镜小城与大城虽然仅仅只有着一字之差 但那差距却是极为庞大 至少现在的木雷以及武宗在联手的话 已不会再有超过五成的胜算 整个悬音山的周围都是在此刻变得安静了下来 那些蠢蠢欲动的强者更是如同被一盆冷水迎头倒下 让得他们变得清醒过来 拥有着造化镜大城的殷魁宗 实力无疑将会超过大盟门以及武盟 这个时候谁敢再得罪他们 无疑是自寻死路 造化镜大城 隐藏在暗处的灵洞也是在此刻清晰了一口凉气 双手缓缓紧握 他低估了藤沙的实力 造化镜大城 这等实力实在是太强了 眼下这局面无疑是变得极为严峻起来 想要在达到了造化镜大城的藤沙眼皮的以下 强早吞噬祖福 那般难度如同登天 不过即便是如此 那也是没有办法再放弃 深深地吐出一团白气 林洞的眼神缓缓地变得凌厉起来 轻轻的声音也是在心中响起 小吊准备出手了 追 questão了 irdând的滅震 始免做 概来 能不能留待